其实我们昨天有但跟大家提到这个 美国国防部长还有这个参联会的主席 他们其实在这一周当中 真的有速度的要联系 但是被北京给不读不回 那无论如何 当然美方会说 陆方你们的断联 是非常的鲁莽 会升高局势 但是当然国内 我们台湾也有学者他分析 这是一个压力测试 虽然在陆方要表达愤怒 但不足以成事 而且双方之间 应该有打过招呼 虽然说不是叫剧本 但是呢台湾绝对不在里面 跟你没有关系啦 台湾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啦 董哥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 中国大陆使出这一招以后 美国其实有些紧张 所以 国防部长奥斯丁 下令 洲际飞弹的演习暂停 那你不是跟共军四落吗 你本来照你的计划你是要射的 怕纪录他 或者怕他那个 对不对 然后美国白宫现在在干嘛 他跑去参议院拜托参议院 台湾政策法现在不要省 你会记录 不管是金事的 或者是政治 国会里面的动作 你现在就欠得了参议院 那你中议院的 你就欠不了 中议院的议长 参中两院都是民主党购办数 所以 其实很多事情美国是做得到的 但是美国 他其实 他现在发现情况不太妙了 因为 裴洛西的行为已经超出控制 本来 我相信裴洛西来是 最后大家讲好吧 那你大概可以怎么样 可是裴洛西 的调子非常高 他要体面 他体面 而且他要很风光 要把所有东西 要台湾完全配合 台湾跟他在演双簧 然后还假装自己 很低调很无辜 你光看嘛 去新店人权博物馆 这是不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动作 那台湾替他安排了谁 一个新疆人叫胡尔开西 对不对 是 一个香港 港独 叫林荣基 对不对 一个台独 刚刚被大陆关回了 李明哲 是 所以这 三个地点就是 中国大陆最忌讳的 你们在搞江独 港独 台独 这些人 你都摆出来 给 佩洛西 来 跟他沟通 来跟他怎么样 那你摆明的是什么 摆明的美国就是 希望整个 中国大陆 四分五类 所有 有 独立的 那些想法的 或那些地区 我就来搞搞你嘛 那 你不是不主张台独吗 你不是不要去割裂 中国的领土吗 你不是主张一中吗 所以你根本收一套 做一套嘛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忌讳 所以看得很清楚 那现在中国大陆 反正 你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先前的默契就不要讲了 是 因为讲了 你收承诺也不会兑现嘛 你们收一套 你们做一套嘛 那这一次就像刚刚我们 舰长所讲 1954年 美国在韩战以后发定了 当然发定中国大陆也没有承认 就海峡中线 那现在海峡中线 以后就是随时可以来 这个不用讲了 我觉得打破你海峡中线 我以后 我这个武力展现出来 也不只是说 针对台湾 我是给世界看的 这里以后我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所谓海峡中线 就是没有 你看各国敢怎么样 不敢 以后我如果每年都在演习 因为已经有了嘛 所以美国人才会害怕 才会讲说哎呀我们不能 我们季节承认你的新现状 已达到将来的新常态 谁理你啊 那你雷根要回来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一次 变成就很难收拾 董哥我要另外问一个 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自己这边学者 也有分析一件事情 就你刚刚提到了 当然大陆方面已经不认为 说有所谓的海峡中线了吗 甚至他可能觉得 这是以后是我内海的演习 都是有机会的 那他也提到说大陆往往啦 会对美国的施压 会有些让步的 那最后牺牲的 当然就一样 我们不断强调 其实就是台湾 你在大国博弈里面 是你会是最牺牲者 那他说也不能排除 接下来会出现 美中的第四个公报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对台湾就会更不利 等于说你就一路撤 我们所谓的三大公报 大家知道上海公报 817公报 还有建交公报 对 那建交公报以后 当然大家也知道 就是中国只有一个 这已经确定了 那如果 有第四公报 对台湾绝对不利的 大家可以看 他其实很多东西在 撤退 我们过去讲第一岛链 现在变第二岛链了嘛 就是 你往后的话 其实对台湾 其实越来越不利 那过去用嘴巴 沉漏你的 那些渣男 现在纷纷走壁 因为他发现 不好惹了嘛 这一次你是 触犯到他最大的禁忌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 之前 其实 拜登 曾经派他的 苏利文 然后跟杨洁实 会了好几次遍 都是应 美方的要求 那布林肯 跟王毅 好几次 也是美方的要求 那大家也知道 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跟刘鹤 见面 这是跟贸易有关 也是都是美方要求 甚至 五次的要求 习拜会 不管是电话 或是信 大陆也都配合 那这个就是 你刚所谓的就是 大陆好像 会比较 等于说 会比较欺从一点 美方的 可是这一次 你已经到了一个 一个他 可以忍受的一个点 为什么 因为 人家 习近平要第三度连任 他自己内部 也有他自己的压力 那现在美国 现在是得寸禁止 你一直鼓励台独 鼓励台独 然后嘴巴讲的 那一套 其实是完全 没有 没有在信守的 习 就是 习近平跟拜登 会变 那个 通话这几次 最主要就是 事不亦无意 拜登的承诺 事不亦无意 什么叫事不亦无意 第一个 我们不会 美国不会跟大陆 寻求冷战 现在有没有在冷 有啊 怎么会没有 第二个呢 我们 不会试图去改变 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 那你是不是一直要 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第三个 我们不支持台独 你就在鼓励台独 很清楚 然后第四个呢 我不会 拉帮结派 找人来对付你 那这个不是更好笑吗 更最好笑 整个印太四方 的战略 然后还有整个印太经济架构 然后 还有现在 去拉 韩国台湾日本 要搞惊炎 F4啊 惊炎联盟 是啊 你现在哪一个 你不是在拉帮结派 你四部你都违反了 然后亦无意说我们 无意跟 中国大陆开战 这个 还没有开始 但是四部你都违反了 下来是准备要 要开战吗 那其实 如果开战的话 他对美国的利益 一定很损伤嘛 那我刚讲 所有你要汇辩的 我们都跟你汇辩 其实有 好几次汇辩 都是各讲各的 但是杨洁篪他们都很配合啊 你要求汇辩我们就会 不要讲我们不理你嘛 可是每次你讲完了你就违反 那这样我们怎么能 接受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一次其实 最主要的 习拜 讲了这个话以后 双方大概有个默契 就说在G20以后 我们可以面对面 拜登上来以后没有 面对面 经过习近平 那 这经过面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可以化解 那 可是如果照你现在 美国 去壮容陪肉系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不一定有啊 那董哥你觉得11月之后有机会吗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看好一个是中共二十大结束 一边是美国其中选举结束 其中选举你拜登一定输啊 你一个输了总统要见我习近平 对不对 那个已经 已经你已经比较漏气了啦 因为你的显民就火定你了 以你现在的民调 那我们 如果 由最近的情况来看的话 对美国其实没有那么有利 那拜登 虽然嘴巴讲得很 好像美国 可以保护台湾或怎么样 那东西其实都很假啦 所以你把这些零零种种的事情 把它拿出来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 中国大陆后面还有一些筹码 不只说我现在不跟你对谈 那美国其实 发现说这个好像不太有利 大家也记得 那时候川普 选输了政权要交接 秘密是怎么打给 中国大陆的参谋长李作成 说现在如果总统有任何决定 我们不是我们金方那个 不要 不要相信你不要误判 认为我们美国开始在打你 对不对 所以他是 三度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心里也有一些 那希望 到此为止不要再记录中国大陆 但是 他要用什么方式去谈的话 就如同你刚所讲 他会不会再提出第四次公报 我再用一个公报来安护中国大陆 那这一次的公报的话 可能很多事情要讲得更明确了 绝对不支持台独或怎样 这东西会讲得更清楚了 那 可以看到了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国土绝不能分类 中国只有一个 对他来讲就只有这样 那你这个如果不给我 斩金解体做承诺的话 那一切就免谈嘛 这是他现在的想法跟态度嘛 大家今天大包挂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计月术了 就靠你们 我们斗斗手指冲一拨 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 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 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